霓裳 怎么了 霓裳 赶紧先出去 去哪儿啊 先躲起来 我忙了 霓裳 终于回来了 赵之士找你呢 跟我走吧 寻思舞弊 违反鄙视条令 跪吧 雨晴 你别太过分了 我只是封赵之士之命行事而已 她私下攀附兰昭公主 您说法 小鞠姐姐别管我 咱们是商户 既进了这原则 尚有律法 现有规矩 此事招之士处置合理 你不必替我说情 那我来陪你 你别这样 你也要跪是吧 行 跪吧 你 跪就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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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 别管我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跪着 你什么时候跪完 我什么时候起来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竖着个嘴 忘了告诉你们两个 待会儿跪完呀 香料房里 还有两篓子的药要处理 晚饭也没准备你们两个的 因为我跟赵之士说 要反省 就得饿着肚子才行 你尽管出你的臭主意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们俩明日的早饭 也一块儿省了呗 行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也就怎么说定了 霓裳 你这是做什么 谁让你跪的 快起来 公主 公主殿下见谅 明女只是风鸣行事而已 你好大的胆子 你对霓裳做了什么 是明女自己犯了错 你做错了什么呀 只是一点小事 是明女不对 既然是小事 何必大费周章呢 再说了 你现在是本公主的人 霓裳 走 都贵你 是不是你通风报信 让公主来救的霓裳 你不煽风点火 怎么会闹成今天这样 我 咱们都想赢的共生 你有忘了吗 你再想赢 也不能去害人啊 如果要是这样才能立足 我情愿被赶出去 你 再说了 霓裳宽厚仁慈 你却处处为难她 还要诬陷她迅私舞弼 让她被赶出去 玉清 我不想跟你同流合污了 如果你和赵志士 看不惯我的话 就把我赶出去吧 小军 小军